8月5日民間發起三罷 不少行業都有響應 連一眾商台的DJ都有罷工 這日聽眾可能就會有點悟慣 商台就表示會尊重前線節目主持人的公民權利 受影響的節目將會以播歌為主 新聞和天氣消息就不會受到影響 雖然沒有特別發聲明 不過正如寧都姐都早就請假了 而同樣是亞姐級的前人大常委汪亞姐 就說覺得罷工當然不是太好 但她都表示理解地說